大话成语要和您见面了 我是吴又杰 今天给您讲的成语叫做轻盈调课 轻盈调课说的什么 说的是三国时期 东吴 有一位大臣叫于帆 于帆有文化有知识 又很重义 但是有一个缺点 爱喝酒 每一次喝酒都是酒后的真言 有一次孙权召集文武百官 在他的宫里饮酒作乐 喝酒喝到后来酒憨而乐的时候 大哥就开始聊天了 聊那些什么八卦 有一些 孙权就说道 长寿 从古至今 每一个君王都是想要长命百岁的 许多大臣就跟孙权说的长寿的办法呢 还有说长寿的典故 其中有一位德高望重的老臣张钊 张钊 张钊就跟孙权说 主公 您一定能长命百岁 为什么 您看到老子没有 这老子听说在他娘的肚子里 回了好几十年呢 老子出来是从他妈妈的泪条那出来的 一出来一把胡子 彭祖八百 就是彭祖能活八百岁 您一定能长命百岁的 所以就开始流血一拍 说说说说 这是于凡的能力听 张钊 说什么 你这根本就胡说吧 当时于凡也喝多了 站下来 吃这张钊的鼻子 张钊 你说主公能够长命百岁 你那儿 看不看就 胡说 八道 我告诉你主公 你不可能长命百岁 彭祖八 您想活得跟那儿老子一样 我告诉你 你不可能 人生寿数有限 你该生则生 该死则死 你要活的时候可以 你想死的时候 没人拦得住你 于凡说出这番话 孙权火了 一下 就把于凡派到焦州 焦州的相当于现在的 管西一带 余发 酒一行 好 就到焦州了 他心里也非常的 他 常常 说着话 说 唉 不怕 不像张钊那些人 会刘虚拍马 不会奉承人呢 我只会说真话 生的时候 没有智友来看 死的时候 也只有轻盈来钓科 所以轻盈钓科 就这样流传下来 轻盈钓科说的什么 说的就是一个人一生没有好朋友 非常孤独的意思 好了 这节目的大话成语到此结束 我要谢谢大家